这里是巴黎,欢迎回来 上集讲到水龙者差点干掉了生殖 击退了卡尔,居然连星三龄也要下手 首先在危机关头运救了星三龄 太阳还没升起 武藏坐在石头上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战胜水龙者 大神卓表示自己也一晚上没睡觉再想办法 武藏告诉大神卓星三龄自己一个人去走走 大神卓则骂武藏太过出心自己去找星三龄 星三龄用温度计测量水的温度 他打开钓鱼槽之表 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信息 大神卓和武藏来到他身边 星三龄拿出钓鱼槽之表让他们看 武藏拿过来看得知今天有日环石 星三龄说当时解开封印的时候 那个声音说要把水龙者奉献给天上的日环 武藏明白了他们必须在今天日食之前钓到水龙者 他们的对话被运偷听到了 武藏堆重的石头防止被拖下水 星三龄制作绳子绑住武藏 他们用这种简单的方法试图钓起水龙者 大神卓自己想别的办法离开了 运在岸上制作捕猎的陷阱 他打算用这个来捕获水龙者 他的小猴子发现了水龙者 运爬出钓杆出动螺旋涌沟 螺旋涌沟在水面上产生水波纹吸引水龙者 水龙者慢慢游过来了 聪明的水龙者突然跳出水面 瞄准的是鱼线 立即游到水里 运被水龙者带着往陷阱的方向慢慢移动 来到了陷阱正下方 水龙者假装要被运拉过来 突然发力将运拉到水里 运最后触动了自己设下的陷阱 被自己给困住了 这是一条什么样狡猾的鱼啊 正是一个人在静静钓鱼 大神卓刚好来到这里 正是有鱼上钩了 那条鱼跳出水面 是水龙者 正是使出人数 牵手蜘蛛 他用蜘蛛丝将自己固定在了空中 牵手蜘蛛能否斗得过水龙者呢 这很值得尝试 正是努力拉着钓杆 水龙者加速向下 有突然松开了口 为什么会松开呢 因为水龙者嘴巴的咬合力 顶不住正次的拉里 然后嘴巴会向下滑动 急速的滑动产生摩擦力生热 烫到了鱼嘴 飞出水面的水龙者 可以看到忍者鱼鼠勾住了他的嘴 水龙者回到水里 这招牵手蜘蛛很厉害 水龙者毫无招家之力 大神卓真不敢想象 水龙者居然会这么惨 水龙者反击冲下水底 正式的蜘蛛丝断开了 他掉落到水里 失败了 牵手蜘蛛被攻破了 骗人了吧 水龙者一条了不起的鱼 大神卓目睹了水龙者怪物般的力量 瞬间想到武藏的做法很危险 武藏和新三菱正在吊水龙者 水龙者躲在石头后面观察他们 大神卓来了 他发现武藏果然用绳子绑住一棵树 他说用这样的绳子是没办法斗得过水龙者 武藏非常生气和大神卓吵起来 水龙者出现了 新三菱的鱼线被水龙者咬住 大神卓叫新三菱剪断鱼线 新三菱拒绝了 武藏甩出金王之王钩帮忙 金王之王钩在空中被水龙者截住 勾住了新三菱的鱼钩 武藏的脚死死顶住石头 绳子也起到了作用 水龙者和武藏他们进行拔合 绳子眼看就要断开了 只有大神卓注意到绳子 他明明武藏和新三菱已经不能停下来了 但是不同时剪断两个鱼线的话 就会有其中一个被拉到水里 他抱起新三菱冲向武藏 剪断新三菱的鱼线后 迅速剪断武藏的鱼线 武藏摔倒在地上 水龙者气愤的吐出鱼钩 武藏跑去水里找金王之王钩 绳子真的断开了 武藏现在明白大神卓说的是对的 要说水龙者力量很大的话 大神卓的力量也不能小看 他们两个的鱼钩幸好拿了回来 武藏非常心急要尽快钓到水龙者 突然听到小酒鬼有鱼上钩 水龙者嘴里咬着骷髅钩 小酒鬼放任鱼线不停被拉走 武藏说小酒鬼这样钓不行的 小酒鬼了不起的说 自己用的是钓鱼兵法 武藏他们这种低水准的人是无法理解 武藏一被激怒就发火 被大神卓按住头火器压了回去 小酒鬼按了一下吊杆的按钮 水里挣扎的水龙者突然没了动静 小酒鬼不断收一线 水龙者又有了动静 小酒鬼又按下了吊杆的按钮 原来水龙者被电击了 大神卓认为小酒鬼这样做太过分了 他抛出金王狗拯救水龙者 水龙者将电流传到金王狗顺势得救了 大神卓大骂小酒鬼使用卑鄙手段 小酒鬼又嘲讽他没本事 大神卓一被激怒就发火 被武藏按住头火器压了回去 大神卓的金王狗吸引到了水龙者 长嘴骷髅狗刚好落在他前面 并抢走猎物 武藏使出螺旋效应 金王之王狗神奇的弹起来 红像飞到了金王狗身边 新三菱也抛出金王狗 三个金王狗的力量够马 水龙者游过来 水龙者追着三个金王狗 目标是咬住他们的鱼线 长嘴骷髅狗在水里活跃起来 三个金王狗保持队形非常忧郁 水龙者又跟到岸边游回去了 小酒鬼觉得武藏他们很烦 暴躁起来 长嘴骷髅狗弹飞了金王之王狗 长嘴骷髅狗发挥出全部实力 水龙者被吸引了过去 对于水龙者来说 长嘴骷髅狗更具有挑战的魅力 上钩了 小酒鬼的脚滑了 掉落到水里 水龙者又追着三个金王狗了 武藏说大神卓是对的 越心急就会越被水龙者击败 他们又收回鱼钩 水龙者跳出水面 也没能咬到鱼线 被吸耍的水龙者 过来拍起水量泄分 水龙者终于被搞得心太炸了 武藏终于找到了 可以战胜水龙者的方法 武藏出动大口钩 他继续使用这个战术 令水龙者着急 正式来借鉴武藏的作战方法 小酒鬼又来挑战水龙者了 他的长嘴骷髅狗 发出刺耳的震动声 鱼是最依赖听觉的动物 这种方法来钓鱼是最有效的 骷髅狗被咬住 小酒鬼拉起吊杆 但是失手了 武藏尝试激怒小酒鬼 小酒鬼完全不为手动 糟糕了 已经开始出现日食了 武藏集中精神 他的精神力强的离谱 小酒鬼变得不敢轻视这个对手了 孕来到郑治这里大话 看他在做什么 郑治看穿了 孕现在很心急 失去信心 孕生气的走开了 他注意到郑治的衣服湿了 在想他到底在水里做过些什么 孕抛出青蛙鱼钩 青蛙鱼钩在荷叶上跳动很逼真 不愧是在森林长大的 对小动物的动作细节很清楚 郑治充满信心抛出鱼钩 忍者领主在水里刮起沙子 水用者心烦气躁了 他咬住了郑治的鱼线 郑治依然很淡定的拉着吊杆 水用者突然停了下来 在他面前居然同时出现了 多条和自己同等级的怪物 他被激怒了 将他们这些对手逐个击破 原来是禁止 水用者刚才击败的对手 只是自己的倒影 他发现还有一个对手 这时忍者领主经过 水用者视为禁止里的对手 立即咬住忍者领主 潜到水里的运 终于明白政治的战术 真是个了不起的人 郑治在拼命和水用者搏斗 即便消耗了体力的水用者 依然非常难对付 水用者突然跳出水面 在空中还能做出二段动作 扯断了鱼线 真是瞬间感到无力 让水用者跑掉了 水用者又来到武藏堂门面前思维 他们注意到了水用者嘴里有忍者领主 小舅鬼已经能拆到正式曾经和水用者搏斗过 正式没能成功 他就放心了 长嘴骷髅勾发出噪音 水用者已经狂暴化了 武藏看着水用者重新拾回自己的心 他使用波动刨杆 大口勾在水面上下跳动 吸引了水用者咬住鱼钩 武藏拉着吊杆摔倒了下去 武藏拜托大神族和青山林 不要过来 他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战胜水用者 武藏是真的拼尽了全力 水用者被拉在水面上疯狂挣扎 武藏趁此机会加大力度 水用者最后的挣扎 武藏用尽最后一份力 拉起吊杆 整个人往后面倒下 水用者飞到了地面上 成功了 他高兴的快要变身成超人 一转眼天已经黑了 太阳马上就要消失了 他们发现了有一点亮光 光线所指的地方是一个祭坛 他们三人抬着水用者抛了下去 祭坛中间触发了机关 伸出死柱 拱桥上的石头都裂开脱落了 石柱里破壳而出的是一条蛇怪物 原来这些拱桥是这条蛇的身体 这条蛇只追着武藏 武藏跑到一条死路 巨蛇向着武藏露出 锋利的牙齿冲了过去 巨蛇并没有伤害武藏 他的舌头拖着一个不死鸟形状的海参钩 武藏接下了海参钩 巨蛇就回去一头刺穿岩石 变回了拱桥 水用者是武藏自己掉上来的 所以任武藏是主了 床嘴咕噜沟飞了过来 抢走了海参钩 小酒鬼承受住了海参钩的伤害 又站了起来 海参钩被小酒鬼身上的邪恶力量改变成为魔鬼鱼钩 小酒鬼后跳到了树上就跑掉了 武藏千辛万苦 刚拿到的海参钩就被抢走 怎么会有这种事 这里是位于中国的吊神山 其中一个海参钩就在这里 这里即将举行新一届世界钓鱼大赛 武藏他们三人一下火车就急忙跑到街上 呈现在眼前的是壮观的景象 这时候下车的吉姆告诉他们自己要去买车票 下一班车开之前 他们可以自由活动 他们可以去市集后面的池塘钓钓鱼 大神卓这个胖子逛市集 当然是被美食吸引住 他凑热闹去看看 还叫上他们过来看 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浮空举起吊杆 小女孩注意到武藏的鱼缸精硬吊杆 他想要武藏来和自己比试一下 武藏表示没兴趣 他又问大神卓 拉起大神卓的手 大神卓被涉诱到了 开心的答应了 小女孩名字叫张美美 大神卓涉眯眯的看着张美美 大神卓试了好几次没成功 终于有一次成功了 张美美夸赞大神卓厉害 又邀请他再玩别的游戏 大神卓无脑答应了 张美美还说 如果赢了要拿对方的一样东西 大神卓开心答应了 这个游戏要打中五个杯子中间的 才算成功 大神卓出手了 被他打中中间的杯子了 可是连前面的杯子也打中了 太可惜了 大神卓现在轮到张美美了 张美美出手了 他熟练的抛干动作操作起来 鱼线飞到中间 立即停下来 扣近了杯子 张美美开心说 自己运气真好 居然打中了 张美美说要拿大神卓的王者吊杆 说完直接就抢了过来 大神卓哭求武藏 帮自己拿回王者吊杆 没了王者吊杆 要怎么样参加钓鱼大会 武藏答应了 张美美又提出 谁赢了就拿走对方的吊杆 这次他们要击倒 第二个和第四个杯子 武藏直接出手 打出S型的轨迹 成功击倒了杯子 轮到张美美出手了 他抛出的力量太强了 撞倒了第二个杯子 鱼钩飞到天上 可是还没完 他改变了鱼钩的运动轨迹 鱼线垂直落到了第四个杯子里 张美美又做到了 这次难度更高 要穿过两个杯子中间 然后进到桶里面去 武藏直接答应了 张美美认为根本没人能做到 武藏在思考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桶和杯子中间只有很小的空隙 他回想到了张美美刚才的做法 他决定就用这个做法试一试 抛出的力量很大 在刚刚超过两个杯子的位置 立即停住转转 杯子差点就被击倒了 然后他使出波动抛肝 鱼钩垂直落下 再加上了向前的动力 真的进到了桶里 武藏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说全靠这只鱼光精硬吊杆 张美美还给了大神作吊杆 他拜托武藏借用一下鱼光精硬吊杆 有了这只吊杆 自己也一定可以做到的 武藏被可爱的张美美拜托 还是借了出去 张美美说现在要抛肝了 请武藏往后退 一声谢谢 就跳到了很远的地方 溜了 武藏他们拼命追着张美美 熟悉这个小镇的张美美 一下就不见了钟影 回到车站 武藏欺诈了 吉姆说自己有后背的吊杆 不怕没吊杆用 大神作弱弱的向武藏道歉 武藏好不客气埋怨大神作 大神作站起来 他说要去厕所 自己一个人走开了 大神作心里觉得很内疚 巴士已经到了 武藏和新三连去找大神作 附近都没发现他 武藏认为他是去追张美美 要拿回吊杆 他们追了上去 大神作来到四级后面的食堂 他发现了张美美在钓鱼 冲过去要抢回来吊杆 被张美美躲开后 求求张美美还回来 张美美要大神作和自己来比试 就还给他 大神作完全不是张美美的对手 他只有看的份 大神作烟火爆不管这么多了 他直接走近泥台 也不怕出不来 终于有一条鱼上吊了 武藏他们来了 张美美请他们就大神作出来 大神作适时 要钓起鱼 迎回钓杆给武藏 他成功钓到了那条大鱼 可是他的脚已经完全动不了了 武藏伸出鱼钢金鱼钓杆 拉回大神作 武藏为了救回自己的朋友 不惜牺牲这只钓杆 鱼钢金鱼钓杆回应武藏的心情 将大神作拉了回来 大神作钓起大鱼 非常高兴向武藏炫耀 此时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多么的好贵 可是他们错过了巴士 张美美说可以带他们走捷径 南下巴士 他们就这样和吉姆失散了 好这期故事就讲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请各位麻烦关注我的频道哦 谢谢各位